继续看一下俄乌战争 先来看一下战场方面 大家好 我是大雄 在阿尔迪布卡 俄军似乎眼疾起鼓了 没有发动大的进攻 在巴木特 俄罗斯军队恢复了对伊万诺夫斯克的攻击 战斗主要集中在铁路线附近 其他战线的情况基本上跟以往差不多 俄军昨日单日阵亡700人 战场烈度进一步下降 两点还是在第二战场 俄罗斯自由军团继续前进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俄罗斯的自由军团 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 经过十多天的奋战 俄罗斯自由军团已经控制了 大约5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比阿弗迪布卡还要大 俄罗斯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才攻下了阿弗迪布卡 该小镇只有29平方公里 但是俄罗斯自由军团 仅仅用10天左右的时间 就拿下了大约50平方公里的土地 自由俄罗斯军团副指挥官 凯撒表示如果俄罗斯军突破俄国边境的行动 继续以这种速度推进 几周后普京将不得不从乌东前线调集部队来保护边境 这样做就对了 现在乌克兰前线的压力比较大 就得让俄罗斯调兵力来保护自己的边境 当然 对俄罗斯自由军团俄罗斯方面是想尽一切办法 想把它给灭掉的啊 但这屋伙越燃烧越大 扑不灭根本扑不灭啊 之前为了阻止俄罗斯自由军团推进 俄罗斯人一度在自己的村庄使用了航空炸弹KB 并且还派出了多个突击小组 试图将攻入村内的自由俄罗斯军团赶走 在昨天的战斗中 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士兵更是试图冲进一所房子 结果遭到FPV无人机的袭击 丢下几具尸体后撤退 看看普京总统会什么时候啊 从前线调兵来消灭这股力量吧 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俄罗斯 昨天乌克兰的无人机又有了大的行动 目标有两个 克拉斯诺达尔和恩格斯机场 一个比较大的动静是袭击了恩格斯机场 这个地方啊 停放着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 该基地距离前线 600公里 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航空基地 3月19日的卫星影像显示有 那里要有11架军机 包括9架轰炸机 此次无人机的袭击似乎达到了效果 据目击者称啊 恩格斯发生了4起的爆炸 至少有一个到达了空军基地 可以听到低沉的二次爆炸声 乌克兰情报部门则称目标已被击中 到目前为止 具体的战况双方都没有公布啊 美国方面 美国方面始终没有动静 综艺长约翰逊看来啊 是想尽一切办法 要阻止队伍援助 不过 拜登总统确实始终啊 没有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杰克·沙利文昨天突访基辅 闭门会议后的记者会上 他说 美国相信乌克兰 乌克兰也应该相信美国 我个人感觉这话说的有些苍白 你倒是送来一些好消息 如果有好的消息还好说 如果来一趟没有送什么礼物 凭什么让乌克兰相信你 不过 乌克兰总统资列斯基 似乎对沙利文的话呀 很赞同啊 在昨天的晚间讲话中 感谢了美国的支持 并表示美国在维持国际秩序方面呢 保持坚定的领导地位 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打败普京 而不是让对西方决心的怀疑 有利于那个疯狂的人 欧洲方面 法国总统马克龙放出了两张照片 这是他用来练拳击的照片 由外界解读为 这是马克龙向外界 释放自己硬汉的形象 这也意味着 马克龙不会向普京屈服 有消息传啊 法国已经派出两千名兵力 赴乌克兰 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从马克龙放出全机的照片来看 如果将来 俄罗斯再推进的话 真的有可能啊 把法国的军队迎头撞上 军事援助方面 近日 美国召开了例行性的拉姆斯泰伊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 美国为乌克兰拉来了很多援助 尼特瓦拨款3500万欧元 为乌克兰采购弹药 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亿欧元的援助 19万枚炮弹 100枚装甲车等100辆车辆 比利时将提供300辆 伊维克山猫装甲战车 炮弹和三艘扫雷艇 价值4亿欧元 该国还派遣两架飞机和50名士兵 在丹麦训练乌克兰人驾驶F-46 加拿大将拨款2950万美元 给乌克兰 用于购买弹药 对于当前的俄乌战争形势 我注意到有很多网友 对乌克兰不报信心 其实我觉得现在说乌克兰会失败 还为时尚早 俄罗斯的特点是国土面积大 军事力量强 但是俄罗斯的弱点 是没有原始创新能力 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 并且发起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 因此得不到更多国家的帮助 不仅如此 俄罗斯还受到了西方全方位的制裁 乌克兰的特点是国土面积小 军事力量强 人口少 但乌克兰得到多数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热爱和平正义的国家 都愿意帮助乌克兰 此外 乌克兰借助西方能够快速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 乌克兰正在大力的研发自己的不对称的武器 比如说是无人机 无人艇 无人机重点打击的目标还是俄罗斯的关键基础设施 比如说俄罗斯热油厂 还有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机场 乌克兰这样持续打下去 一定会给俄罗斯的经济造成重创 还有一点 俄罗斯自由军团也像一把尖刀刺向了俄罗斯 因此我们全面客观的来看待这场战争的话 乌克兰无论是在地面 还是在空中 还是在海上 还是在俄罗斯境内 都给俄罗斯以重创 这样的战争 打下去量变导致质变 一定会让俄乌战争的整个的形势有巨大变化 今天还看到一个可笑的消息 克里姆斯基维特监测小组引述未经数据 报道称 航行往新罗西斯克的俄罗斯船只 正在大幅改变航线 并紧贴土耳其海岸 很可能是为了躲避乌克兰无人快艇的空袭 俄粉说俄罗斯军力强 现在在看俄罗斯怕成什么样子 其实有些时候真的不能被趴上大雾 所下斗 很多人以为阻挡俄罗斯前进的是远方的高山 但真正阻止他前进的 却是鞋底的杀链 别看俄罗斯军事实力看似很强 但是俄罗斯根基是不牢固的 只要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的料产 俄罗斯的经济就无法支撑长期战争 反观乌克兰现在对乌克兰而言 最缺的可能就是弹药 不过这个问题目前已经解决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美罗夫称 新一批援助乌克兰的火炮和其他类型的武器 将在15天内抵达 乌克兰总理史米·加尔则表示 自4月起乌克兰将有足够的弹药 这应该是俄乌战争以来 近阶段最好的一个消息了 有了弹药 乌克兰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节目最后 恳请宽裕的朋友给大雄一些打赏 做视频已然不足以糊口了 最近因为俄乌话题日趋的敏感 视频被大量的黄标 流量也急剧下滑 所以恳请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国内的朋友可以扫频道主页的赞赏二维码 进行打赏 在此大雄向大家表示真挚的感谢 我们下期见